2017台北市大運正式公布Logo和吉祥物 標誌以台北的北做意象延伸 吉祥物則是用台灣黑熊為代表 市長柯文哲說 這些圖像都是有意義的 台灣黑熊是本土的 所以我們選台灣黑熊 市長是有 除了要考慮國際化 還有一個本土化 所以這個設計造型是OK 沒問題 不過現在問題是說 我們如果把這個吉祥物 還要推到國際上去 這是什麼一些宣傳手法 我們要再想看 多位運動員合力拼湊世大運標誌 柯文哲還跟棒球國手曹宥寧傳接球 展現運動精神 他期許透過主辦2017世大運的機會 把台北打造成具有運動風格的城市 辦這種僅次於奧運的這種世界運動會 目的不是只是在運動員的參賽 目的是說能不能利用這次的運動會 將台北在軟硬體方面 做更進一步的提升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希望說 從此要建立一個運動 讓台北成為一個 具有運動風格的城市 此外 北市府也各公布 五組吉祥物名稱和中文標語 10月1號起 歡迎民眾上網投票 選出最適合的名稱 希望全民都能跟著世大運一起動起來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